美团03690刚于8月30日公布了第二季业绩,收入438亿元,人民币,下同,调整后亏损22亿元,两者均比市场预期为好,其后的电话会以上,王兴爆出金句,主动提到共同富裕,他说,美团的名字来自两个看字。 当我需要向不懂普通话的人解释美团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会说第一个字美的意思是好或更好,第二个字团是一起的意思,所以,美团的意思就是一起更好,所以共同富裕在美团的基因里,虽然业绩优于预期,但估计市场现时最关心的还是监管政策的走向。 王兴主动示好究竟能否换来教兴的罚款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倾向认为股价已充分反映了政策上的风险。 美团的价位从过往的长期偏贵,回落至相对合理甚至安全的水平,偏幅有限。 我们不能详细点评业绩的每一个细节,我们最关心的数据还是新增交易用户数字。 第二季度新增了5910万,总数已达6.3亿。 同时,在用户数字大增的情况下,单用户年度消费笔数依然创出新高达32.8笔。 按季增加7.5%。 至于业务分布,外卖增长60%。 外卖金额微增0.4%。 第二季度变现率稍稍回落至13.3%。 但是贵度经营利润仍达到24.5亿元。 创出纪录,到店业务增长近90%。 其中利润率高达43%。 疫情断断续续无外此部分的复甦。 至于新业务部分,亏损优于市场预期。 但由于最近监管强势介入,严格限制秒杀, 加上公司对供应链、冷链物流等投入较大。 美团优选的运营有所影响。 美团的生命力依然很强。 业务的确定性也在不断增长。 至于监管政策方面, 市场的担心点主要为反垄断罚款及其手捨保问题。 公司在财报中也主动提及罚款一事。 但我们深信股价已充分反映了此风险。 现在市场等的市风险正式落地释放。 其手捨保方面, 过往部分券商曾经指出以最保守计算的话, 每年新增额外的成本有机会高达40亿元。 但事考虑到2021财政年度近150亿单外卖去计算的话, 每单大概为0.375元。 我们认为这已是较为悲观的测算方法。 实际数字有机会较低。 况且美团应该有能力通过提升效率或部分转价成本压力以减少对盈利之影响。 总体而言, 中国政府最近积极推出各项政策。 核心思想提到希望构建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 但目的不是整齐或一的平均主义。 而是希望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肯定了先赴阶段的必要性。 以及未来将继续保持先赴带动后赴的方式。 政府无意压杀所有行业的发展空间。 只是希望企业在实现盈利的同时更有担当。 更考虑其对社会价值的贡献。 不是单纯地以规模去抢夺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市场现正处于人心虚胁的关键时刻。 但是我们正逐步乐观多一点。 纵然未能断言股市已见底部。 但是综合历史数据。 股市估值。 以致是后续资金免的判断。 我们认为现时是长期投资者分段吸纳中资股的良机。